小企业想留住自己的顾客 其实并不难 因为目前来讲 我看到的洛杉矶很多企业的问题 就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它没有一个连接 他们之所以没有一个连接 就是可能今天我来到这个饭店 我吃完 我就走了 那么这个饭店它到底好与不好 这个饭店到底是对我的服务 我是否满意 老板是不知道的 那可能因为一些细节上的错误 或因为一些问题上的东西 这个客人永远就不来了 所以说小企业要留住这些 客户的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服务 与产品够不够好 第二你能不能跟客户产生一个 连接或者是参与感或者是共鸣感 让客户对你有一个认同感 我觉得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美国我打一个比方 很多这个餐厅 它自己不管餐厅还是美容院 还是这种小的企业 它自己并没有一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是微博的或者微博 或者Facebook的这种公众号 甚至说它可能连一个客服的号码 客服的号都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没有办法去知道客户 到底是因为什么 他没有留住 第二呢 当他有新产品的时候 他又要去打一顿新的广告 然后花一笔新的钱 把这些可能已经是他客户的人引回来 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 我们要跟客户先建立一个连接 有一个自己的 不管是微信公众号也好 Facebook 微博也好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承载你的客户 让你的客户在上面 形成一个自己的小平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 不停地给客户发布一些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的这些相关的资讯 让客户不断地去熟悉我们 不断地去知道我们 不断地去想起我们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二呢 我们可能不断地跟客户做一个沟通连接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需不需要有改进 我们的产品需不需要迭代 我们的产品需不需要 您可不给我们 跟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 因为客户其实 他是非常需要这种参与感的 像小米 小米的每一个零件 或者它每一个迭代 都是跟客户做一个很深度的沟通 客户之所以 因为这个很深层的沟通 成为了他的死忠粉 成为了他的宣传员 因为他有参与感 他觉得这个品牌是我的 这个品牌也是我一点一点戴起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在美国的小企业 如果从小想跟这个客户 去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话 我觉得这些程序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呢 就是我认为 如果说我们可以跟客户的连接 更深层一些 比如说做很多的线下活动 把我们的这些客户拉到一起 让我们不断地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那我觉得客户呢 他的这种参与感会更强 他的这种归属感也会更强一点 我打个比方啊 我知道有个家美容院 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他在每个月都会给这个月相应的客户 来过一个生日会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跟客户做连接 并且来做营销的方式 因为做这样一个生日会 那我们可以让客户去不断地 邀请他的朋友过来 如果您邀请他的朋友过来做美容 可能他会 客户会有一点排斥 他的朋友可能有一点排斥 但是当你邀请他的客户过来帮自己的这个人做生日会的时候 或者过生日的时候呢 那客户来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他并没有任何的排斥感 反而他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好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老客户 因为这个生日会 我们跟他有一个情感上的维系 那么对新客户呢 可能在他走的时候 我们送他一些礼品 比如说库胖券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小礼品啊 让他对我们一个有一个好的印象 在他有这个需求和诉求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想到我们的品牌 或我们的服务产品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还有就是 我知道这个 很多现代目前的商家 在中国用的比较多 在消费者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会相应地给他一些礼品 像我们帮这个福乐纪念公园出的一个策划 就是我们希望说在他的消费者 在母亲节的时候 不仅仅是在清明节会想到福乐纪念园 而在母亲节 情人节 或者是生日的时候 都能相应地去给他一束免费的花 也就是在有花的这个节日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让消费者不断地想起我们 不断地想起我们 我们在广告里面叫CPA 叫Cost Per Action 让客人不断地在各种场景底下 或者是各种的情况底下想起我们 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留住老客户的方法 并且让他会对我们的这个品牌产生很强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还有一种留住客户的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认为是会员制 那么会员制这种方法 它简单粗暴有效 因为它会很主观地建立一个客户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连接 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星巴克 星巴克是一个非常会营销的公司 那么他们出了一款APP 那么消费者每次在星巴克里面这个消费的时候 那他都会拿到一定量的积分 拿到它就叫金色的星星 拿到一定量的星星 那么当消费者拿到了比如说100克星的时候 星巴克就会免费送他一杯饮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消费者的想法就是 我在这边消费 我可以有这个星星的积分 但是我去别的饮料店就没有 那我更倾向于 如果在同样相等情况下 我更倾向于去星巴克 因为这个东西他会给我一个积分 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绑定这个消费者 所以说我认为如果在美国 有一套会员制的这种系统去绑定消费者 让他每次的消费都有一定的积分 有一定的这种回馈 那么对于这个跟消费者之间建立连接 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个可以通过 同样可以通过微信来完成 可以通过我们那套系统来完成 让消费者在每次消费的时候 有一个跟企业之间的这种很好的 粘合和连接 并且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忠诚度和回头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